在社交里面 我跟杨康也就是 袁洪的对手戏比较多 我跟杨康在戏里面 应该是被打的最多的 也不能说被打的 就是我们两个经常进牢狱 或者说是 别人把我绑起来 就是会鞭打 那种戏会很多 你不能认这座父 杨铁心是我养父 二十年前和你娘成亲 大家贪图富贵 投靠金国再给完颜红脸 更生下你这个孽种 不单是你娘亲 还有完颜红脸 还有你这个孽种都该杀 在那某拍戏里面 很艰苦的 我还记得有一场戏 是从一个很高的 沙堆上翻下来 要做那种前滚翻那种 然后后面还有一只 有人拿刀砍我 然后我还记得 那天翻下来之后 头套都已经 完全都已经掉了 然后眼睛里面 包括耳朵里面 全部都是杀 最惨的是我发现 回到房间之后 没有水洗澡 那天真的很惨 那当然会有压力 因为这个角色是一个 一直在善恶之间 游走挣扎的一个角色 因为命运 因为绅士 因为发生了很多东西 让他一直在 两边在徘徊 他的内心一直很 很挣扎 他在有时候 在跟自己斗力 这种比较像无间道义 这种感觉的 是最难的地方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观众看到一个 他们认为是 符合他们心目中的 杨康的这样一个角色 顾着你 我杨康要做一个好人 我杨康会堂堂最重的 把你去过门 我相信你 你没有等多久 我都会等你 我们刚刚在后面那里 有没有看到一块操场 在那边跑步 那我们每天都会有 这些体能的训练 包括跑步 包括打篮球 包括骑自行车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些很艰苦 很痛苦的 就是来吊威亚 我们在小白楼里边 可能大家在花絮里面看到了 我们在楼里面 就自己绑了威亚 然后在练习一些戏里面 可能要用到的一些动作 因为这样的话 出来的效果会更漂亮吧 反正大家就是力求 怎么样让画面出来 让这个金庸的一部 这样的武侠戏出来 打到让大家很幸福 这是一部武侠戏 这个有金庸先生写的那种 笔下那种武功的那种感觉 这边是训练兵器的时候被扎伤 然后这里这一块大的欲亲 有没有看到 这里就是吊威亚的时候受的伤 这个是做一些倒立之类动作 然后自己摔倒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做威亚训练 还有一些武功训练受的伤 吊钢丝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意外发生 不过OK了还好了 那我们刚才就是大家一起 然后我袁红啊老胡啊 还有我们的武术指导 涛哥啊 还有武行啊 他们都一起陪我们跑步啊 去锻炼身体 练习我们的体力 而且下雨天跑步呢 空气会比较好 比较清新一些 不会像太阳天那种 热的会有点承受不住 会中暑 我们属于刮风下雨 就是风雨无阻的那一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